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美国911国家纪念馆将于明天正式开馆 奥巴马总统将参加开馆仪式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 全球气候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并且将引发全球政治冲突 而那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维吉尼亚州保守派众议员 埃里克·坎托将在6月初的初选中 遭遇来自查党候选人的强硬挑战 共和党质疑希拉里·克林顿的健康状况 是否能够让他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 近日美国方面 土耳其正在争分夺秒地抢救 被困井下的矿工 不过希望越来越渺茫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可能已经赢得这场内战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政府担心严格的房贷借贷条款 会阻碍房地产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复苏 因此正在取消部分条款 欧洲最高法院裁定 谷歌应当允许用户删除 他们不希望被人看到的搜索结果 欧洲的网络隐私权和自由言论的平衡关系 将发生变化 洛杉矶时报 洛杉矶民众为魔术师约翰逊辩护 谴责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 对其发表的不当言论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今天五大报的头版新闻